越温海那个时候就是 在玉达酒店 在北京的它的顶上 在民族证券 在盘古的公寓里 你都想象不到有多少美女 那小姑娘是真漂亮 中国真有美女 有新疆的 有西藏的 有云南的 它不从哪整的 各族都有 那些老领导一来的时候 都是一开始啊 都到盘古去吃饭 带着老婆孩子来的 全半桌 老婆孩子来的 是吧 该送钱送送钱 大姐 敬敬酒 摆礼物 然后你看 你们聊吧 我要先回家了 老婆走了 然后领导还要说说事吗 领导就进了盘古的 越温海的公寓 在公寓里就 领导就变了味了 是吧 全都是小女孩 一个公寓 买大概是八千多万嘛 装修花了也将近八九千万 那真叫土 但是我去了 到那看到的 真的都是 中国老百姓的 什么这零那零的 都是这零那零的 这兵那兵了 都是这级别的 能到越温海那去的 也都是管用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